大家好 今天2024年6月3日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计划加税费的问题 香港财赤失控入不呼之的问题相当严重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月就公布新一份预算案 1月就已经全方位放风 不但放风说不会再派消费券 派档都可能很小粒 最终都很小粒 也公开表明必须适当开源和增加政府的收入 他这样说 或许是时间作出点示部分长期 未有调整收费的公共服务 以及部分用者自负原则之下 入不呼之提供的服务 预算案终于2月底就揭衷了 才爷最终只是调升了一些商业登记费 其他一些公共收费没什么移动 就说考虑到多项的因素 就不会强求一步到位调整所有收费 留定后路 垃圾征费其实都是抗公共的收费 都是要小市民的一个负担 原本就一压一退再退就退到8月1日实施 政府早前就公布暂缓 没有时间表 其实都是变相 无限期押后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他就这样说 说社会法对这个收费的反弹很大 如果要再落实计划 需要符合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民情上 确保市民可以接受民情 接着就是其他那些因素 立法会的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勋 他和他所属的政党 也都呼吁暂缓 刘国勋的说法就说 最好等香港的经济变好才推行 建制派和一些媒体 也都高调地要求押后计划 一个主要的理据 就是说民生的议题容易挑起民粉 社会需要时间调养地说 经济未点 垃圾经费政策前后都二十年 最后官员就搬出一大堆的因素 就宣布暂缓 其实最重要的一项就是 谢展环所说的民情 其实就是政治 另一个考虑就是相对客观的因素 就是经济 民建联刘国勋所说的 经济搞好了才推行 李家超政府火速 押后了这个垃圾经费的个案 其实就反映了现界的政府 其实都真的挺担心 一些民生议题 一旦就失火的话 就可能引发民怨 甚至到另一场政治风波 现在过去几年 就是出了那些国安法 前后都两条了 正常疫情表面稳定 但是上个星期公布一个民调 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民调 都很清楚了 香港人的信任 对政府的信任 对前途的信心 对社会的幸福的感觉 一些指标 基本上都是全部都胖了 基本上都是显示了香港 再出现一些信心 对政府信任危机的一些苗头 经济复苏速度不似预期 上个星期公布的税月份的 零售业总消货额的总值 也都按年下跌了百分之 接近15 市道很差 陈茂波其实在预算案 就已经放了封 会放慢调整公共服务收费的迫伐 但是这两天就很奇怪了 有一段新闻 水务署放风 就说会调整水费 就是所谓加水费 难道会减吗 虽然真的有一些市水温的味道 但是过去香港政府那几年 大花筒自己都承认了 开支增加得很快 加水费究竟减少了以千亿计 就是今年对上一年的赤字 过千亿 减少赤字的作用 真的是极为有限 都是真是所谓 一个水桶里面的一滴水 难免那些星斗市民会质疑 为什么政府不是针对 那些亿亿升的超资 浪费等等的问题 反而向小市民 中小企业 何包打主意呢 垃圾征费说顾及民情 所以额后 加水费同样影响七百万人 李家超政府为什么 刚刚拆了这个征费的炸弹 又扔了一个加水费的水弹出来呢 特首办就过去设立了一个 叫做新闻统筹专员一职 说目标就是要加强政府 和传媒和公众的沟通 统筹政府一些新闻资讯 公共关系的策略 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开放性 令到市民更加明白政府的一些政策 这个职位就沿空了接近七年 政府上个星期 美公布由特首办传讯秘书借赈宗 这个之前警队的一个中层 即是明日之星 转到政府做发言人 将会是发言人 他手炮竟然就是加水费 令人一头无水 假如贯彻民情 或者说等经济搞好才做的 这些就是现在政府的施政准则的话 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加水费呢 这个时机是否错 香港处于不止是敏感日子 也算是敏感时期 官员为什么这单又不担心会挑起民怨呢 水务处长黄恩乐三月才上任 新官上任 不是放火 而是放风 可能加水费 他接受这个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就说 30年过 30年没调整过水费 水务的经营帐目 自从98到99年度 已经录得亏损 水务的设施又要扩建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因此导致成本上升 最新的一些水务经营帐目 成本回收率已经跌到79% 就是接近八成 收回成本八成 那是不是要收回100%呢 他就说调整水费会是人性化 温和和循序漸进地说 他又引述一些数据 就说香港水费占住户的开支 只是0.1%到0.2% 软架很多世界其他先进城市的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是低的 那说虽然香港经济已经有 复苏的迹象 但是考虑到市民对和商户的支持度 那我说调整的时候 会尽量遵循一些现有的结构 不会一次过加 加到好像其他城市的水平那样说 那香港水费低 虽然这个都是事实 但是香港生活水平高 不少隐蔽的税项 特别是住房相关 公共交通费也都相当高 这些都是事实 港脱6月底是加价了 加幅高过通胀 水是基本的生活需要 用者自负收回成本这些原则 是不是一条线都是适用呢 官员会不会听一听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日前所讲 要用新思维去研究这些问题呢 多着眼下 怎样削減一些非必要的开支 永远 有没有必要的一些官职位 刚刚提到那个新闻统筹专业 月薪 年薪三百万 这个位元空了七年 就是说一个位七年都没有人做 那太阳继续在东方升起 那这个位其实还有没有需要呢 七年都不需要 为什么突然间现在有需要呢 很多工程的超支亿亿声 为什么不去看那些 向那些小市民中小企开刀 这些是什么的人性化施政呢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和支持 请继续comment like share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